好,回來後,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昨天就有消息傳出來,這件事我最初一開始就立刻想說 不過沒有時間安排,真不好意思 現在晚上很難安排到立刻開直播 這個股票編號長實1113 在油塘東元街的項目,親海翼或者親海站 他第二期,做了一個平爆價 月初的時候很厲害 他就在紅瓦瓦搞銷售 排隊排得很長 有三宗塔錠,一天之內有三宗塔錠 是一天 是哪幾個單位塔錠呢? 2A、2B、10樓、20樓 接著還有就是22樓的AGE室 實用面積 就是283和707平方尺 就是一房和三房間隔 那 買家就是 8月12日首輪銷售 425萬6千到 121萬6千購入 這幾個買家當時採用建築期付款 它叫做愛財建築期 它叫做愛財建築期 是什麼東西呢? 它的名字都很特別 這個愛財建築期付款 它是有折扣的 有百分之七的折扣 這個叫做 其實就是建築期付款 就是 它有折扣的 它有很多 這個付款計劃有很多 它其實就是 那麼 這個 親凱翼 或者親凱翼 它還有其他的優惠 但是 為什麼有優惠都會 就是 喂 會 撤定 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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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減徐哥 他 劈一劈 他劈一劈的時候 實際上 那個 價錢 看起來當然是優惠 看起來當然是優惠 但是 你要借到錢才行 那麼 有些人 當然 有一個問題 就是 借不到錢 我認為就是 他們因為借不到錢 所以要逼著撤定 但是 這個也不是 百分百 可能是這樣 還有其他可能性 還有其他可能性 有另一個可能性 我認為 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 他們可能對後市沒有什麼信心 所以 就優惠了 訂算 數了 那麼 這幾個單位就是 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後 交易 未再有進展 那麼 這些買家應該已經 已經 不買了 個個都損失樓價5% 現在知道的數目 一個就是 五十六萬 零八百元 一個就是 二十一萬二千八百元 然後還有 一個就是 五十四萬三千九百元 那麼 那麼 現在它 合起來就損失了 一百三十一萬七千五百元 訂金 情況就是這樣 那麼 選手吧 這個沒有辦法 我的看法就是 沒有辦法 是 會有 撤定的可能性 還有 可能有些人覺得不妥 這個位置 為什麼這樣 最初沒有看清楚 有些人 那就算了 不買了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最有可能 我認為最有可能 是借不到錢 為什麼 不是去買樓 要借了錢才去買的 其實有些人就不買 因為他覺得 也未必抽得中 那麼你這麼早安排 借錢幹嘛 因為你去買新樓 他還要抽的 對不對 那麼 極端屁屁 燒烤員就說 買家對香港沒有信心 其實是有問題的 那麼 拖得奢 他就說何文田奧 就是沒有銀行行 這樣做案 其實有人說 我之前不要亂傳 他就說 那時候我說過 應該一萬多元都收帳 就是一萬多元的 赤價都收帳 那麼 有人說不要亂傳 就說那個盤也不是高 那個盤真的不是高銀 是賣給了一個基金 是高銀最初搞的 之後那個盤 現在被一班基金佬看著 那些基金佬 我聽到的傳聞就是 要錢不要貨的 他們那裡也是 要錢不要貨 那麼 那到了 真的要去檢查的時候 那是多少錢呢 我聽到過萬七都可以 我聽到過萬六萬七都可以 就是何文田那裡 所以 現在是很嚴重的 那你說沒有銀行敢做案揭 那如果是一炮過了 你只能夠一炮過 哈哈哈哈 那 為什麼銀行會不敢做案揭 其實 這個就是對後市 不樂觀 對後市不樂觀 這個 你對後市不樂觀 其實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那 那 Wing Honey 就說 趙國雄 這個是詳實的那個人 就說 未見新判出現減價戰 沒有壓力去庫存 那就是一天前 香港電台說的 那 其實有沒有壓力 是他們自己知道 我就認為是 你有壓力 我有壓力 哈哈哈哈 你有壓力 我有壓力 那 Keyf Young 就說是真的 我也收到封 一萬多元尺 有很多有錢人入市 其實 我聽到就是這樣 不過 你說 是不是百分百準的那些封 我也不敢說 但是有人說你不要亂傳 我就沒有亂傳 其實 因為 他們 就是銀行不做案揭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 我是覺得 其實銀行也不看好後市 其實 還有 這些銀行又不可以 就是 就是 在同一棟樓 有太多單位 幫人做案揭 要打散它 就是 你不可能說 整棟樓都是 匯洞幫人做案揭 其實這樣 是危險的 有風險在 那 極端屁屁屁屁 燒烤原就說 上次瑞信 20億塔定這件事 這次又來過 那麼 減除哥 都應該挺煩 上次不是Credit Swiss 那是另外一個基金 那不是Credit Swiss 那是另外一個基金 那 就是 那些樓都變成蟹貨 有時候有塔定 都未必是好事 其實問題就是 當塔定成了一輩子的時候 它要賣新樓都很難 其實就 那 拖得車就說 因為它爛過尾 所以銀行就沒有信心 那這條路太遠 它就說樓市可能跌30% 如果跌30% 就大波領落 為什麼大波領落呢 很多人馬上便符資產 因為現在已經在高位的時候 是跌了下來 其實本來 真的不應該這麼差的 其實 說真的 你要住其實你還是要買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但是有些人就說 擺樓的人是傻的 該死的 那我就覺得 就是 很老實說 有些人 就是 永遠都是唱衰樓市的 我現在不是唱衰樓市 現在我 就是覺得 有些事情 你不要搞到太嚴重 因為 有些 就是計劃 你做不到 如果你的樓市真的出了問題的話 就是 如果你說樓市跌三成的話 其實 很多人會負資產 講一下樓市跌 其實實際有什麼負面影響 其實樓市升了 那些人是有財富效應的 洗錢是鬆動很多的 就算不是真的去銀行 借一次議案 拿些錢出來 他們的感覺 都是他們的房子升了 他們會開心 有錢花的 他們就會多花些錢 其實 這就是 那個樓市的財富效應在哪裡 好了 就是 房住不炒是不是一個問題 我也說 房住不炒也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起碼一間樓 你也要告訴別人 它是可以補值的 如果一間樓變成消耗品 這樣才算 其實現在 我也講過現實給大家聽 現在 那些樓在有些情況下 人們當作是一個消耗品 覺得是這樣 有些地方是這樣 我舉個例子 就是日本 它好像消耗品一樣 其實是很嚴重的 那些人都沒有了信心 其實 五門就說 一早負了兩年資產 是啊 但是如果你多跌三成的話 負資產的比例就會多很多 其實這就是很嚴重的 YY王就說 其實往事的時候 也有人撻訂 當然是有 但是現在 是一天三單 不是一天三餐 現在是一天三單 那些人當然是緊張 一看到那個勢頭 其實是不妥了 其實是 沒有辦法的 那麼 Billy Mann就說 沙市的時候 銅軍總會隔壁 長實的樓盤 是沒有價單 被買家開價再談 我前老闆 五球倒閉了一間兩房 其實 這個樓市其實是很奇怪的 你是要有成交的 要做一些成交出來的 你沒有成交的話 大家就一起死 現在 有成交也未必是好事 但是你說 無靈兩可 不過你說到 因為現在的環境是很複雜的 有些大佬出來說 就說要切辣 其實呢 切辣 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在現在的環境 有些人覺得切辣 就會增加購買力 其實 不是的 其實市場 其實改變了 我也說了 有了辣椒之後 我也說過 人人都是玩手指的 其實就是 手指 每個人都是手指 就是 這個就是 那個 環境改變了 好了 現在 當然有些人出來說 要減辣 但是 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呢 就是 其實有很多人 索性拿著房子不買 就是因為那個辣椒 因為 因為賣的時候 也會虧錢的 就是你遲貨不夠三年 譬如你買了一家東西 你遲貨不夠三年 買的話 他還是要 給辣椒稅的 那麼 會不會 為了一切辣椒稅 這些 凶了的盤 就馬上丟出來 你自己要想一下 所以 不是說 現在有些大佬出來說 一定要減辣才能夠救回市 現在減辣也未必能夠救回市 現在是 現在是很糟糕 現在是很糟糕 輝日人類病共同體 說得對的 就是 如果你有層樓比例高 人民 安居樂業 就不會聚眾之士 專心聘經濟 就算轉工 也不會心慌慌 其實 現在的環境不是這樣 政府還帶頭 輸入外勞 那些事情 所以 現在是很糟糕 很糟糕 極點Permacy黑員就說 以現時香港的情況 這些樓盤應該會 陸續丟空在這裡 沒有人會買的了 不要說租了 不如留一些錢 應急或者移民好過吧 加上現在 內地和香港這樣的情況 就算是國內樓 你也未必敢買 但是 其實 也不用太緊張 我覺得你有需要 就是說一定有需要 你有住的需要 你一定要買樓 你有住的需要 你一定要 是 你說可以租的 不需要買的 也是 但是 如果你是負擔得起的 你算對的數目 你買也沒問題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這些不是什麼問題 那 Vivian Ted 說 大Aaron 董伯伯伯都首置 何況普通師傅 其實市場改變了 有些人說 這個是 有人炒樓 炒樓的那些人 該死的 你是不是看香港生活 就是說香港有樓炒的那些人 你有沒有留意 過去十年 其實都是沒有人炒樓的 哈哈 就是有人 買一間樓來自住 買一間樓來租給人 但是 過去十年都沒有人炒樓的 哈哈 哈哈 那個現實就是 是不是 那個現實就是 那 根本 大部分人都是首置 哈哈 哈哈 對吧 大部分人都是首置 哈哈 那你大部分人都是首置的時候 那 有什麼炒 炒毛 還有 那些辣椒 炒樓的那些人 已經沒有了 那些人說 現在 負資產那些人是活該 因為炒樓 你不要這樣 神經病 沒有人炒樓的 香港十年都沒有人炒樓的 哈哈 這個真是好笑 唉 我講到這裡就算了 因為 現在 這三宗的 炭定 會不會 有其他問題 這肯定是不好的 訊息來的 是十天前買的 你現在已經炭定了 哈哈 哈哈 我這樣看到 說不定 就是這樣大一盒 好了 算了 來到這裡休息一會 接著說一下 其他都是跟樓市有關的事情 休息一會 做到一半 然後再看 他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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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